台湾的人均GDP收入很高 可是生育率很低 就是矛盾嘛 所以台湾人到底是富还是穷 人均收入高就是富 可是生育率低一般是讲穷 当然有人收入很高不想生 可是我们比较少 一般要传宗接代 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 收入既然高了 至少正常生 一定不一定至少生两个 再多一两个三个四个 也无所谓养得起 这到底是富还是穷 当然有可能贫富差距很大 有钱的造成 但是穷的就不生 有各种可能性 台湾的人均GDP 有两种数据 有两种数据 经济场地上的数据有一个 它有两个 其实是一个 但是做一个衍生 看起来是两个 一般也搞不清楚 因为两个数据差距好大 一个初期的高 另外一个正常一些 搞不太清楚 解释一下道理也很简单 比较正常的数字 就金额 我们看报道 韩国银行就是今年3月 它发布 2023年 第四季度 国民所得 就是说 重点不要管韩国多少钱 反正韩国是 换算成人均3.3 重新超越台湾的3.23 重点是台湾 人均GDP 国内生产总局 3.23万美台湾 这就是 我们就说3万美金吧 2023年去年 那多少钱台币呢 以现在的 现在的汇率 32.5几 3.23 以现在来讲 就是台币 在105万 这是韩国银行公布的 当然韩国银行也不可能了解台湾嘛 就根据台湾资料 像联合国 世界银行 货币基金 他们也不可能美国会调查 就像各国要资料 各国就给他的参考 或者发布 他如果觉得差太多 他会去问一下 就各国提供的 也就是台湾政府提供的 对 对 我们也不管美金 就台币105万嘛 也不少了 那你换算成一个月 我们先年轮奖金 不管了 注意12个月 一个月下八九万 在台湾八九万很高 而且平均 也就是说台湾 台湾人 2023年平均一年所得 是台币105万 但实际上也不止这个金融数字嘛 因为它是算台湾所有国民嘛 总人口两千三百多万 快两千四了 当然有些扣除嘛 小孩子 小孩子没上班 老人就退休了 有的有退休金 有的没有 还有一些人就不工作 比如家庭主妇 成帐 什么东西 都没有工作 实际有工作的人薪资啊 还有各种薪资归薪资嘛 所得归所得 两个不一样嘛 你是当老板的嘛 你股票所得嘛 卖房子嘛 那也不是薪资嘛 就反正所得啦 所得包括薪资嘛 平均所得也不止105万 因为哭了小孩子老人 没有工作啦 所以也就是说你在台湾啊 你的一年收入不到100万就穷人 什么穷人 就低于平均嘛 高于平均 比如说富人嘛 我们这样的 二分房 差不多105万就中等嘛 低于105就看你是低到多少 高于105就看你高多少 但实际上你就看105 实际上你也不算高嘛 要扣掉老人小孩 很像看起来 你把老人小孩算进去 看得重要的啊 有没有150啊 不知道有没有150 这是至少130 140嘛 不然的话你就是低收入嘛 可是105就很高啊 这真的很奇怪啊 可是这个还不算高的啊 初级高的数字就近了啊 去年5月的报道啊 台湾超越日韩 今年啊 今年啊 今年5月啊 就最近了 台湾超越日韩 全球第14富裕国家 这我们台湾出去啊 啊 台湾有钱中全世界 200或200几个国家啊 台湾排14啊 台湾这么有钱啊 而且超越日韩啊 这更夸张了嘛 内容是根据美国财经杂志 环球金融啊 公布的啊 就去年的啊 这个台湾榜 台湾人均啊 GDP啊 GDP就国内生产榜 7万多 7万6 前面是3万 3万2 这什么 一倍还不止啊 跑到7万多 还去全球第14 哇 这一般人看不懂啊 到底是 3万2就准了7万6 7万6不可能吧 可是人家是 文球金融就做出来了 位居全世界第14 不仅也超过第78年 中国更领现日本第36 哇 这台湾14啊 日本还36啊 南韩30 南韩怎么也会赢日本 我奇怪 都看不懂 完全金融的编辑认为啊 平量一个国家富裕程度 应该以人均GDP啊 这个没问题 应该都知道 但是这个就可能搞不清楚 购买力平价 PPP 一般GDP知道 平均嘛 就是per capita 这PPP搞不清楚 很标准啊 就是购买力平价 有人叫军价 反映国民史 是生活学者 所以原来他是用这个来算 才会7万多 大国的国家 虽然有庞大的国内生产毛 但是有相对多的人口基数 反之啊 小国人人口较小 比较容易拉高 那7万6啊 7万6 就换算成32.5 250 哇 那更夸张啦 一跟收入没有250就穷了啦 那怎么可能啊 没有人会相信啊 可是台湾平均国民所得啊 一年怎么会台币250万这么高 因为他PPP嘛 购买力平价 就换算 就是如果扣除小孩子 老人 没有工作的人啊 那么岂不是啊 有薪资 有各种收入的人 肯定超过300万 你看看 因为他是全国老百姓算啊 如果把小孩子扣掉后 那不是250 那肯定超过300万 那更夸张啊 其实啊 也不是这样说啦 就是上面两个新闻的人均GDP的基本资料都一致的 哇 那怎么会两个数字啊 就后面PPP的啊 是经过购买率均价 调整后的数字 那什么叫购买率均价 嗯 也就是说啊 那你说美国人吧 你说他如果一年收入啊 台币比如说500万 那台湾收入呢 300万 我们这样讲啊 假设嘛 其实两个差不多 欸就不会啊 美国 呃 某一个人 那一年收入台币相当于台币500万 那台湾人有一个人收入300万 那两半差不多 差不多 为什么 这购买力嘛 然后你钱 你赚到你可能存起来嘛 但是一般要花嘛 买牛肉啊 猪肉啊 猪肉啊 买衣服啊 买房子啊 买车子啊 要花嘛 不然不可能全部存起来 可是美国物价贵啊 所以他美国人赚500万 他的消费能力跟台湾300万 就买同样的东西 一样 你赚500万跟台湾 在咱们差不多 这个意思 所以购买力仅价就这样 他自己的美元计算单位 就是 一美元在美国的购买力 有参考基数 那台湾物价比美国低 这购买力比较强 所以一个国际美元 但是还是用台币算 在美国购买能力 一句话说 购买力比价就是 考虑各国物价水平的不同而定出 你说在物价很高 有些欧洲地方物价很高 伦敦啊 法尼啊 美国洛杉矶啊 纽约啊 你赚很多钱啊 没用啊 他物价高啊 你说你在东南亚赚的不多啊 也够花啊 太便宜了 这个意思 也就是说 人均所得是固定的 但是各国物价有高有低嘛 先进国家嘛 都会去就贵嘛 这个东南亚啊 非洲啊 中南美啊 有些像一样 那钱是便宜的不得了 这意思就是要把这个算进去嘛 你台湾要演 简单说 就表示台湾的物价相对比较便宜 但是重点是 并不包括房价 而是以民生必需品为主嘛 因为你房价 你不可能每年买房子嘛 可是你每个月都要买食品嘛 可能你几个月买一次 汽车可能一两年坏一步嘛 就是以民生必需品为主 如果包括房价 那台湾以购买力 平价为集团基础的人均所 就马上就下降了 就没那么高了 因为台湾房价涨得很凶 但是不管怎么看 台湾人平均是有钱的 好了 基本上是有钱的 至于三万二嘛 美金还是有钱嘛 但是矛盾的是以下的新闻 台湾好新闻 今天五月的报道 其实新闻是去年的新闻 台湾每年公布一个世界各国国情状况 其中也包括去做生育率 台湾超日感寒 道主第一 也就是台湾生育率全是道主第一名 最低啊 这很奇怪 网友都算 少子化办公室打成功 这新闻报道 但是这觉得很奇怪 他们有钱啊 相对有钱啊 有钱应该生小孩没问题 可是小孩子不太生啊 当时比较收入低一点啊 收入高一点啊 那没差 可是这很多啊 收入不怎么样的很多啊 因为有统计数字 内容是少子化成国安危机 国家安全危机 民进党不愿面对真相 美国中纪局CIA公布2024年 尊重生育率预测 在全世界227个国家地区中啊 尤其就不转国家嘛 转地区 国家就没那么多嘛 台湾超日感寒 1.1啊 不要说什么叫1.1啊 一个女人啊 不管她是未婚妈妈 还是结婚啊 还是没有结婚 反正就是女人的生育率 当然一般是以结婚为主啊 1.1 可是我们就说结婚吧 夫妻两个人嘛 那两个人要超过2啊 为什么 夫妻两个人嘛 那你一定要超过2嘛 这样人口才可以维持正常嘛 而且要超过2 为什么 因为有的会想要说病死啊 出车祸啊 出车祸啊 意外死掉 所以自然的要超过2 2.9 因为扣掉那些死掉的 病死的啊 意外死掉的啊 这样才可以维持一个 人类的一个维持那个数目嘛 所以你看一半都不到 当然实际上也不是2 实际上是2点多 就是全水平生 大概就是刚好一半 差不多一半 掉车尾 那就低了 可见趁政府扎钱 催生却不见成效 政府有做什么 这个小孩子啊 婴儿啊 这个保健啊 上幼稚园可以补助啊 补助啊 当然是一次性啊 可是不够啊 这很多人说 我养小孩花多少钱 再补助个2-3万 我有什么用啊 没用 不见成效 网友就很酸啊 少子换办公室 你成功啦 这是挖鼓的意思啊 你成功啦 意思就是说 你不但没有增加 把省力降低啦 感谢党等等 感谢财团建商等等 他都有些情绪化的表述啊 那底下有留言啊 什么少子换办公室大成功啊 年轻的我老公买房子解决了 就讲一大堆东西啊 40%是幸福少子换 世界怎么跟上台湾啊 反正是讲这些东西 啊 就自己去看吧 就这些就是 什么 台湾有钱啊 可是怎么当然不剩下孩子 因为全球啊 平均生意率 2021年是2.27 平均啊 当然一定有些超过嘛 其实不到 2.27 台湾是1.1啊 啊 将近一半啊 连一半都差一点 那表示不想生嘛 这次问题就来了 你说GDP 人均GDP不错啊 可是 生意率掉车尾啊 是台湾有钱不想生啊 还是没钱不想生啊 这就很妙 那 台湾年轻人啊 越来越不想生小孩啊 就是 年轻人嘛 生小孩嘛 那有些有钱的中老年 他生小孩 他养小孩 没问题 不是 他不能生啊 生不出来啦 所以要生一定是年轻嘛 比如说 35岁以下 40岁以下 一般都是二十岁 三十岁比较生嘛 比如说五六十岁 七八十岁怎么生嘛 那年轻人不太想生小孩 是因为 穷呢 穷合理嘛 我都养不起了 我干嘛生 但有可能 我很有钱啊 我就不想生啊 也有 但应该是不太可能 所以新经文啊 去年曾经将台湾生意率 沦为群座道主帝 要归纳出以下五个原因 他归纳出来 房价太高了 有土石有财嘛 夫妻两个结婚 老子用租的也不是办法嘛 而且这个 父母啊 岳父母都说 赶快买房子嘛 这个 女儿嫁出去 就问整女婿啊 男朋友啊 你有没有房子啊 有房子就先考虑啊 没房子 就先不要讲吧 或者再看 再看 收入 如果收入高 那也可以 那也可以 所以 希望最好 女儿嫁给有房子的嘛 可是大部分年前没有房子嘛 除了家境很好的 这就很麻烦了 而房价也不是说 现在没有你过了三年就能买 也没那么简单 因为房价太高嘛 台湾尤其是都会区嘛 那你就去外县市吧 可是外县市它工作机会少嘛 所以台湾就这个问题嘛 你到都会区 工作机会多 可是房价高 好 那你要到乡下去买 问题呢 没什么工作机会嘛 就这个问题 房价太高了 来不及 来不及又不想结婚嘛 第二个低所得 这奇怪啊 前面讲 台湾人均GDP不错 可是低所得 商量二美金 一百零五万还不够啊 那表示很多年纪就没有啊 就没那么高啊 担心牺牲自己的生活品质 钱不够了嘛 钱够的话 生活品质是什么 钱不够嘛 没有把握把小孩叫好啊 要上班要赚钱 就算买堂子也苦哈哈的 小孩子也没把握 就是赚钱来不及 也没那么多时间精力 就叫小孩了 担心小孩会生活得比自己辛苦 因为房价越来越高嘛 除非小孩子 将来就是抬心腰 念科技的 念医的 念法律的 也不太可能每个都念 怕比自己更辛苦 在台湾呢 人均收入之高 有目共睹 但年轻人不太想生小孩 也事实是基本上矛盾嘛 那到底哪一个是真的啊 那不想生小孩是事实了嘛 因为生育率 数字出来了嘛 那生育值高好像也是对啊 数字也出来了 可是 你生育率那假不了啊 那这医院出来的数字 那假不了啊 可是你收入可以做嘛 比如举个例子嘛 我把房价弄上去嘛 那房价就一次性的啊 你不能每年买 你把它灌到GDP就高了 那房价应该不能上去 可是上去就点高了嘛 所以台湾的 不管是人均收入 或者加PPP更高的 就是台湾一般人就说 有这么高吗 当然有人一定有啊 就超过啊 那很多就是我没有啊 就这个问题就妙了 所以说表面上台湾平均收入很高 可是不想生小孩的事实 这不是很矛盾吗 就大部分说有钱就生啊 没钱就不想生啊 基本上是这样子嘛 这不是很矛盾嘛 而且显然跟所得不足有明确关系 你看嘛 新新闻的作用 为什么不想生啊 房价太高就买不起啊 而且重点我低所得啊 那怎么会这样子啊 还有生活品质等等 所以可能会有两种主要的情形 一个就是说 台湾人均所的数字有问题 一般如果没有那么高 怎么政府做出来就怎么高 第二个 政府也没骗人 数字真的是蛮漂亮 可是台湾的贫富差距太大了 而且是很有钱的 当人数不少 可是比例不高 这大部分人人数多比例也高 可是他的收入不高 就贫富差距大了 那到底是哪一种情况 在台湾有种情况 看起来人均所得素质漂亮 可是年轻人说我就没那么高啊 奇怪你素质怎么做出来 我的收入我觉得很低啊 我养不起啊 买不起房子啊 养小孩很累 他就不想生 就全是掉收入 到底哪个是真的 最后我再约举三个重点 频道这三个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这一集成绩